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上个视频我们说到小松成功料理了another 那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这时another发出光芒 那块肉散发出无数的another 他穿过阿萨尔迪 这让他回想起自己死之前的记忆 another的美味正在扩散到整个魂界 食灵们碰到another的美味后就被超度了 而且还在不断的扩散 现在魂界的厨房已经被another美食包围了 他们说这会把魂界给撑破 必须快点回去食灵之门 不然就会被挤坏了 来到了门外 吉吉还在把小松的身体放进海胆床的时候 食灵之门突然爆炸了 小松也从里面走得出来 还说another已经完成了 郑大师问千代婆说 你们在魂界究竟待了多久 所有人都消耗严重 千代婆说她看见了他们的孩子千优 一个非常小的灵魂 她一直在懊悔 在她孩子活着的时候 没能给她做上一顿饭 千优用尽全力放出自己的光芒 她对千代婆说 我很饱母亲 我肚子总是饱饱的 因为我一直吃着妈妈对我的爱 一点都没有饿到 我虽然不知道肉和鱼的味道 但是你让我品尝到更美味的味道 就是爱的味道 永远也无法品购的爱 谢谢你母亲 千代婆也说 终于这份思念可以告一段落了 现在他们正要努力走完这条所剩不多的人生路 阿萨尔迪也回想起 他在死前与他女友的约定 他说再进入新的身体一定会回来 他会在雪教会等他的女友 当他来到约定地点时 只见一个白骨在向贝壳祈祷 这时阿萨尔迪也泪流满面 他说首领史莱姆 你是无处不在的对吧 他有事要拜托史莱姆 出来混接后的小松找到加克 并煮饭给他吃 还说这是你妈妈的味道 他说是加克的妈妈教他的 小松也说 只要全国上下的人都吃到another 他相信他的妈妈就会回来了 但可能样子就不一样了 因为加克妈妈参加的项目 如果不改变样貌就很难成功 但是那个国家项目已经结束了 你们今后都能生活在一起 现在第六大陆上的土地上 其他石林之门也被破坏了 进入魂戒的路口已经消失 尔拿的自身将其打开的道路堵住了 不过魂戒并没有消失 因为魂戒也就是美食能量的储存地 只要石域们继续渴望这美食美味的食材 它们也不会消失吧 但是史莱姆还没来得及上来啊 他还在魂戒 急急说无需担心 因为史莱姆无处不在 他可以变成任何物体的样子 无论是物体还是生物 不单是这样 细胞也相同 他原本就同时激素在地球众多的微生物身上 操控那些生物 偷偷吞食阿卡西亚的全套菜单 经过数亿年 能量渐渐得以积累 令史莱姆的碎片得以复活 史莱姆把自己的细胞聚集在这个具备之内 并创造出这个有各种植物 动物的乐园般的蓝色餐厅 就连这个国家料理的阿卡西亚的全套菜单 其中一部分也是史莱姆变化 然后由研磨大王乌贼将美食能量注入其中再生的食材 曾经史莱姆是被称为宇宙界的灾害 想要完美复活那个怪物 需要拥有相对应的细胞能量宿主才行 所以推进项目的同时 他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宿主 寻找能够让他吃到全套菜单的宿主 于是五百几十年前 伊隆就被他找到了 这时史莱姆大喊 不许停伊隆 这时周围史莱姆的能量聚集起来形成他原本状态 谈到伊隆他就生气了 他已经和阿萨尔迪谈妥 他说 阿萨尔迪将会吃掉已完成的阿卡西亚全套菜单 然后他的本体就会在阿萨尔迪的细胞中复活 虽然阿萨尔迪的细胞可能承受不了 但是这个国家就他的细胞最强了 这也是阿萨尔迪本人提出来的 只要史莱姆在他的身体复活 他就会被史莱姆的细胞支配 然后死亡 这次阿萨尔迪将会彻底死去 因为石灵之门没有了 想要复活灵魂也是不可能的 他说没关系 因为他已经不想再活过来了 你想怎样用我的身体就用吧 他透过Another 让他新的味觉觉醒 同时还想起很久以前被遗忘的美味 那个美味对他来说 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 最美好的 充满爱的记忆 这是他和女友一起吃饭的味道 现在他就能与他的女友永远在一起了 小松他们与蓝色餐厅的居民 道别后就离开了 现在的史莱姆 包饮包食 为时隔多年的再次复活 也不知道他这次沉睡了几亿年 当真特别开心了 而且他那具身体是由阿萨尔迪的细胞复活而成的 恐怕他无法长时间承受史莱姆那过于巨大的能量 毕竟吃下全套菜单的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史莱姆还会再消失 小松想史莱姆为什么不是先制造出自己的复制体 然后再利用其复活呢 卡卡说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尼特罗其实也一样 首领史莱姆和我们原本都是美食细胞 是由食欲的能量具现化出来的恶魔 美食细胞有着极端的利己主义 一个美食细胞之中 不可能存在两个以上的恶魔 就算是相同种类的恶魔 它们也会自相残杀 导致细胞瞬间毁灭 这就意味着恶魔中存在的另一个恶魔的现象是非常极端的 即便如此 单一美食细胞中有复数恶魔共存的强者也是存在的 小松问道 为什么史莱姆能够借助阿萨尔迪的身体完成复活呢 吉吉说这是因为阿萨尔迪所拥有的美食细胞恶魔 原本就跟史莱姆的恶魔是一致的 不单指阿萨尔迪 史莱姆几乎潜藏在所有蓝色餐厅国民的细胞之中 全体国民之所以会将自己根本看不到的首领史莱姆 为国王并尽畏有加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没有史莱姆程度的巨大能量 是绝对做不到的 这其实是一个保险 在本体计数于伊隆的细胞内 他一直计数在国民的体内 监视是否有人偷吃国家项目的全套菜单 伊隆死后 史莱姆就将原本自己漂浮在宇宙中的本体 回到这个具备 也将项目的目的从复活自己变成复活伊隆 按他本人的说法 在混戒中似乎发生了许多事 在最终决定让阿萨尔迪吃下全套菜单的瞬间 他将技术于所有国民内的能量全部集中在阿萨尔迪身上 才最终完成本体的复活 他能办到这种事 因为在这个具备本身就是理世界 也许因为他是直接联系这魂界的特殊空间 才能实现 如果在正常世界里 别说转移灵魂了 所以拉布预长的灵魂才能回到原本的身体 拉布说距离美食日食应该还有一周的时间 史莱姆也说 就在他复活之前 有些相当不妙的东西从魂界中跑了出来 那应该是被金王吃掉的Nio Nio应该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们得加快速度 必须抢在God出现前阻止阿卡西亚才行 这时小松他们瞬间老去 吉吉说 你们曾经长时间处在理世界里面 如今突然回到原本的世界 身体才会起反应 你们都变老了 衣服也跟着破烂 他们尽管在具备里 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但他们在魂界中 却经历了远长于此的体感时间 他们的身体正在帮各位找时差 这简直就像从龙功臣回来之后 打开宝箱一样 换过来说 在人界才过了三周而已 所以他们的身体会恢复成那三周之后的状态 现在他们的脸已经恢复正常了 他们时隔几十年 终于回到三周后的人间界 事情是这样的 小松说 现在他们正要赶过去 阿鲁听到他们的经历 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叫小松快点过来 如今地球已经出大事了 史莱姆还在与Neo对战着 次郎这里也将要开始与蓝色尼特罗对战了 来到山虎这里 他已经把乔雅身上的小球给打爆了 接下来事关地球存亡的对决即将打响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